零四登上秦国军位 史称秦桧文王 宣告天下 秦国遵新法一如既往 正事如常 各级官署不得以任何借口 改变秦国新法 为者 以法言成 兴致万岁 秦法万岁 孝公轰视 盈遇警监大病 侍奉两代君主的黑帛 悲痛过度自杀随主而去 咸阳令王室 悲痛欲绝 要强行闯城去守陵 而被拿下交给警监 迎四从唐位处得知 公伯迎前并没有死 而大为欣喜 你终究还是眷顾 迎四这个孤儿 商鞅也心神已散 奏请迎四 待朝政李顺也要离去 王室闯城违背秦法 商鞅只做伐奉半年 戴罪李氏相当于破坏了法律 面对这几个一起打拼 肝胆相召的兄弟 商鞅眼含泪水 哽咽地说 军上没了 谁不悲痛 可此等要害关头 你得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我打算退下来让各路小丑都跳出来 本指望你来披荆斩棘 一招安定大局 可你倒好 迂腐中军不理政务 害得护法团队蒙羞 说着商鞅便晕倒在地 老太师甘龙觉得时机已到 要出山了 组织旧部统一了一下思想 首先要打着护法护国的旗号 回到政坛 没有政权一切都是浮云 第二步护法护国 铲除酷吏 秦国现在处在十字路口 新军迎四却未与商鞅认真谈过一次国事 盈狱要去找迎四却被商鞅拦下 迎四已不是原来的迎四 现在极有主见 要奢望跟先军那样肝胆相照是不可能的 只要新军护法护国 我永远支持他 现在我只等小丑跳出来定了大局 便可以离开了 老甘龙垫前击鼓大张旗鼓的面军建言 我们变法改革二十年了 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商鞅执法造成冤案雷雷 是秦国背负柯正的骂名 王室闯城 为走正常程序 商鞅寻思 臣请严办商鞅 并彻查他的历史问题 零四回话 此事知道了 甘龙咄咄相逼 我这是护法护国呀 不是你说知道了 这事就算完了 本宫自当以法度处置 赢四一面请教警监 此事该如何处理 其实早已胸有成竹 把王室交给廷卫府 走正常程序 同时也要说商鞅的事 看得出来 整顿商鞅及其团队 原本就是赢四的计划 真是一朝天子 一朝臣 此人诚服极深 诈此的赢钱提出要见赢四 赢四向赢钱表达了自己 被架空的感觉 不甘心 赢钱夸得很有上进心 接下来要给赢四指点江山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欢迎大家订阅评论